所以這時候要看特徵組怎麼證明自己的專業 那麼講 特徵組到底不應該受到外界太多質疑 但是你從去年 上一次的總統大選到現在為止 你就會發現說檢查機關很容易被利用或者被左右 有的時候叫利用 什麼叫利用 舉個例子 我檢舉一個案子 給檢調單位 然後我就對外講說某某人被調查 有沒有被檢舉 有 有沒有被調查 有 案子能不能成立 對不起 投票日已經過了 這種叫利用 第二種叫左右 蔡英文的案子比較像左右 就是說他都沒有違法 但是我拖到投票日之後才結案 如果當年的雨昌案是在投票日之前結案 說蔡英文沒有問題 沒有法律上的刑事責任 那個又不一樣 那社會造成兩種情況 藍營會說你看司法被收買 綠營會說你看你還我清白 所以檢察官你要怎麼證明你是行政中立的 你是沒有偏頗的 可是東豪 是一件高難度的事情 對 這件事情的確高難度 可是東豪 特徵組有在care他要 如何證明自己的專業嗎 我覺得按照他過去的這幾個案子 好幾個案子 蔡英文其實一點都不care 這件事 所以檢察機關的公信力 就是建立在於你要經得取藍綠的 藍綠雙方的考驗 舉個例子 兩億元政治獻金案 馬英九的 當時不是也查了一大堆人嗎 然後寫文章的什麼方式在哪個地點 車子跟車子怎樣 就是寫的其實清清楚楚 然後到最後這個不起訴的起訴書當中 頁跟頁 就是第六頁還跳到第八頁 就是他中間還漏頁 所以你說特徵組要想辦法證明自己專業 特徵組沒有在跟你care 專業這件事 我告訴你 我就是不專業 我連那個起訴書都可以 都可以這樣跳頁 前言不對後語 他沒有在在乎社會觀感 所以我倒覺得說特徵組其實很有可能受到政治力的干擾 這件事情是確實的 因為他知道現在誰是在執政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才是讓大家擔心受怕的因素 因為你儘管查完了 可是疑問仍然存在 而這個疑問在現在的朱立倫身上還看得清楚 因為這件事情只有國民黨能夠處理 你一邊有指控 一邊一邊卻毫無回應 如果你朱立倫也清清白白 黨中央完全無懈可擊 你為什麼今天面對媒體的時候說 這個由發言人來講 你為什麼連你 知不知情有三千萬 你都不肯講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自己的態度 才會讓大家覺得疑點更多 對 瑞德哥這件事情就讓我們想到 特徵組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高度爭議 而且政治性非常濃厚的一個臨時編組 那這件事情就回到那個馬王政爭的那個時候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黃世民他跟手下兩個檢察官 是夜訓他的同事林秀濤 沒錯 半夜把他叫去 然後裝神弄鬼 弄了一大堆情況 然後又去監聽他 打電話給他的牧師去告解的過程 然後再回來 然後告訴他說 你剛剛不是說了什麼什麼什麼嘛 所以原因是這樣子 是因為我大概是台灣少數幾個 曾經曾訊過特徵組的人 所以我可以明白就是說 他們在那樣的壓力下 因為我擔任過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第一屆的委員嘛 因為馬王政爭這個案子 所以特徵組成為了被告 那我們就去訓問 就一個一個訓問 除了隔離之外還有一起訓問 那這個過程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特徵組那些檢察官 你說他們的專業不優秀嗎 他們優秀 你說他們的人品有問題嗎 沒有 其實都是不錯的人 有的人受不了這個體制 也轉任律師 但是他們在那個過程當中 當你的檢察總長 是黃世民的時候 當你這整個組的氛圍 是這個的時候 他們只有拚命辦事 不是嗎 對 所以剛剛講到 現場問他什麼 他去打個電話回來以後 馬上質問他 那什麼意思 那叫即時現役 即時現役在台灣 通常用在重大的 黑道槍擊命案之類的重大案件 這種案件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立刻聽 立刻聽 立刻翻譯 那個叫即時翻譯 或者是綁架案 那麼請問這件事情 是需要即時現役的案件嗎 我剛剛講的那個 黃世民的那個洩密案 需要到那個程度嗎 那前上個禮拜不是 立委林淑芬的這個管區警員 不是拿了一張嗎 要他金主名單 請寫出你的重要莊獎跟幕後金主 那為什麼會鬧這個笑話呢 就為了黃世民害死他們 以前啊 我只要用一個室友 用一個暗遊 然後掛兩三支電話 用這個地方再掛 像金字塔一樣掛無限支電話 下去聽就好了 全台灣負責全國媒體的 這個相關的監控的情治單位 有不過十幾個人 他怎麼辦法監控 最好的辦法就監聽 很簡單 以前都是用合法的方式 是進行非法的手段喔 那麼現在當然不行了 那麼為什麼 我解釋一下喔 為什麼說這個 特徵組還有一些檢察官 他的一些動作 必須透過媒體 我告訴各位 我們自己本身都跑了 快要30年的那個司法 跟警政新聞啊 情治單位會希望 藉由我們媒體的手 寫出或者講出 很多的內線了以後呢 檢察官簡報 根據這個才去辦 不科技 更進一步乾脆直接講 有的根本就是檢察官自導自演 檢察官跟你講了以後呢 但是我不承認 是我說的 像聲喉嚨一樣 然後你寫出來了以後呢 或者報導出來以後 哇 嘩然以後 我檢報 檢報了以後呢 我就去調查嘛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長官的壓力啊 台灣的司法跟檢調 一直都擺脫不了 所謂政治的壓力嘛 我們從特徵組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嘛 特徵組 本來我們寄望於 他是一個獨立檢察官辦案的精神 不分藍綠 不分層級 而且越高層的五月辦 應該是這樣子 對 照理來講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些年來 辦很多的案件 讓我們社會大眾非常的失望 所以呢 剛剛東豪其實講到一個重點 如果你還記得那天 朱立倫反常的在約巡完畢以後 出去以後 又被緊急拉回來 再約巡第二次嘛 對 我們說這個是反常的 當然不是像特徵組 解釋那麼清楚 就那麼簡單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要 身為總統候選人 要很忙 所以請他再說 不是 絕對不是 特徵組怎麼回去考量你的行程 怎麼樣呢 如果是獨立辦案的話 叫你來你就應該要來 管你是誰 對不對 那這種狀況之下 表示他有發現新的東西 需要你來說明 或是帶什麼東西來嘛 那麼 洪秀柱的支票 如果成如 這個等於說 東豪所講的 洪秀柱的第一次筆錄裡面 如果他的支票 真的說是空白的 對 那個帳戶名稱是空白 哇 事情大條 當然不表示說一定會有事 但是事情大條 為什麼呢 說謊 很多人說謊 不就得了嗎 很多人說謊 如果 前提是這樣 當然你會問說 那東豪怎麼知道 我剛剛說過了 很多單位都希望透過我們媒體的手 然後把很多的東西 不斷的放出來 不斷的放出來 差異話 我不是問特徵組 我絕對沒有問特徵組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我們不需要問特徵組 因為我個人也做過類似的報導 很簡單嘛 有警方收尾要幹什麼 也會用這種方式 我們寫出來以後呢 警方的督察室 相關政風室 一調查 最後抓出來 把他移送法辦判刑的 也有嘛 因為有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檢察官是沒有壓力的 他需要一些協助嘛 需要一些幫助 所以今天的關鍵在於 到底洪秀柱 他在特徵組裡面 講的那一個支票的抬頭 有沒有 OK 抬頭有沒有 如果沒有 我告訴各位 那不用他 很簡單 你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後來講的都是說有 直接講說政治 現金 中央部 那麼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這個夫妻反目的時候呢 如果尤其是做先生的 他打算把小生子 登門路是跟你離婚的時候 而他掌握了經濟大權 他第一件事情就斷你金脈 我告訴你 第一件事情斷你金脈 還記得吧 你被斷過 要換掉 我的金脈全部在我太太那邊 已經被斷了 對 所以我不會離婚了 我告訴各位 很簡單 在這種狀況之下 都已經要把你洪秀柱 都被斷了 你知道嗎 都已經把你準備切斷了 我們不用講那些大道理 說什麼 你辛苦了 又不是贍養費 你知道嗎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擺明人家跟你斷了嘛 他第一件事情幹什麼 不是把那個 要住宗將 standing裡面 一些國民黨裡面的人 要回來嘛 那不是呢 本來要去桃源行程 就地方嗎 不是要去澎湖的行程 就地方耶 十月二十五號 台灣不用光復了 因為宏秀柱自己都淪陷了 總部都沒辦法成立了 為什麼我講這些 他早就斷你 後路一條一條的斷掉了 資源都不給你了 而在這個時候 十月五號突然間 李四川叫他去拿一張 朱立倫自己簽蓋章何可的3000萬支票 而且我们知道不是第一张 还会有后续 你知道吗 而这张支票到底有没有抬头 如果真的都只是单纯的政治先进专户这样子 那很可能特征组就用这样算就好了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如果没有其他很强额有力的证据的话 如果没有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采取所谓的强制作为 宇昌安第一时间就去搜索 搜索蔡英文的办公室了 后来等到选举结束了以后再说不起诉 然后过了几年了以后 突然间说民事赔偿200万有个屁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件案子其所告诉各位 这一个礼拜 除了台湾自顾民调之外 还有很多的民调公司不断的出来 包括电子媒体就对了 我告诉各位你可以自己看 为什么朱立倫的民调不能一飞冲天 为什么到现在还冲不到拉不到 他比红秀树好的原因 是因为红秀树之间太低迷 然后他为什么不能拉到自己本身 动不动就超过三成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3000万支票已经弄了六天了 他自己炫在里面 很抱歉 绝对不是我们朱主席加朱市长 再加上这个总统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所说的 清清白白静候调查 我告诉各位 如果朱立倫不好好 把这件事情全部在短时间之内 一举讲清楚的话 他自己陷在里面 他的民调绝对搞不起来 文雄哥 这个搓原子汤史上最大的搓原子汤 往下发展有九种组合 时机有三个 结果有三个 我们先看结果 结果第一个就是签结 第二个就是不起诉 第三个就是起诉 这是结果的三种组合 时间点有三种组合 第一个这件事情发生在 这个总统登记参选截止前 是一种可能性 一个是登记后到总统大选 中间这段时间 是第二种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 就像宇昌案一样 让他在最后 就是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才让这些案子结 换句话说 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 有三种结果 三种时机 三乘三 有九种组合 刚才文振说了这部分 其实就是说 那这件事情 对朱立伦候选人 到底影响到什么程度 请不要忘掉了 去年的三一八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程序的正义 那些学生就造反有理 你不要学的国民党 都把他说成说 这些是反中的 这些是台独的 对不起 跟那个无关 他们打的那个棋子 很清楚 就是程序不正义 然后希望立法院 要有所改革 希望我们的 跟大陆之间的 这个所有的签约 都有一些个监督的机制 那很显然的 在洪秀柱换柱 这一波的时候 我相信跟三一八 有关的这群人 大概已经慢慢的 离国民党而去 那剩下把柱换掉以后 我刚才看到 有人在讲说 换柱以后 那个挺柱的人 那个是死硬挺柱的人 还不会投个处理 不会的 你也听我讲过吧 那个真正对国民党啊 这个要革命要改革的人 都在都在都在 都在广州 都在黄阿刚了 活的人都是在清明党 还有在 或者还有在大直中叶 不可能还在国民党 国民党里面都没有 没有改革 这个都不勇敢嘛 对不对 我们在场 我们就不说了 你要不要再附带加一个广告 政党票就投给清明党 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电话 这个商号在这里 我必须说 很多人在看到 三千万这个事情 刚才就瑞德讲 瑞德当然客气了 这个三千万 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 如果再加上今天下午 中常会在决定的 不分区的第一名的事情 你想想看 这个社会上期待改革的人 会想说 原来过去那个金童 叫朱立伦的人 已经沦落到 没有程序正义 因为他自己上去 是没有程序正义 然后居然可以用 这种手段去换柱 然后接着又有一个 所谓改革的气息也没有了 对 我想怎么会玩下去 所以你看说 三成三九种方法 不必的 一种方法就好了 反正就是到选 当然我是认为 这个特征组 是应该会在登记之前 就把这个案子结束了 而且完全 就是说没有这回事 就要清理战场 但是如果不小心 就算这样吧 你因为社会上 有多少人相信特征组 刚才实习讲了 我去特征组 几次都忘了 三次还是四次 还有作证的 还有对职的 我那时候很兴奋 我那时候想说 嗯 不错 这个林洪志强 我那时候早就劝过你 不要期望那么高 不要期望那么高 对 真是 所以我没有跑过新闻 就叉叉叉这里 我想到哇 这个简单 好 我在当场 我第一次居然跟他吵架 吵架是没有了 有点跟他对的 我说你不要问我了 反正你们 反正你不会办 第二次他真的在问 第三次在问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好 要帮忙你 在电视上 在任何节目都说 特征组办真的 真的是了不起 完全配合国民党 就真的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 马英九那个两亿 多少人都说了 居然一点事没有 我也不说了 反正我是觉得 这一次人民会用选票 再一次惩罚国民党 而且这一次惩罚 可能会让国民党更难看 所以你在说 意思就是说 在登记前签减 连那个书类 很麻烦的都不用写了 上个签就好了 那么快找这么多人来 然后最关键的 那个乔政宗是今天去 那很奇怪 对 乔政宗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乔政宗不知道 为什么他先天才去 你应该第一天就问他 手中出贡不是吗 第一天在慌乱的时候 一问讲完以后 完了 没办法再改了 OK 等他这两天 通通讲好了 通通说好了 通通处理好了 而且乔政宗本身也有专业 对 他也很专业 OK 这些检察官也不见得比他内行 东豪 所以你觉得呢 文雄哥觉得会在登记前签减 我也觉得会在登记前签减 真的吗 对 那么讲 如果助理姐的搓原子汤 是真实存在 他大概不会透过这个方式处理 搓原子汤里面 一般来讲应该用现金 所以国民党开出支票这件事情 必须要看 他到底这个支票的目的是什么 OK 但是为什么讲这句话 就是说支票有两种作用 一个就是我单程捐给你 或者是借支给你都可以 不管那个后面 我们前面讨论那个可能性 另外一种 有一种状况支票是危险的 我还是重复讲一次 就是说 如果这个支票是劝退 就是我劝退住住节 然后我承诺我帮你善后 我所谓善后就是你的财务的善后 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支票就要出事 可是我想朱立文 因为敢把内签带去给特征书 内签里面应该看不到这个东西 但是整个事情 特征书如果有最聪明的做法 是先把它留在那里 hold住 为什么叫hold住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如果真的有戳原子汤的话 他要么用现金 要么用海外交付 对 不可能查得到 立法院的党团 全体都加入了这个打击 跟抹黑的这个行列里面 那或许他没有参加 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他逆架不成 但是我相信他应该要回去 看一看这一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他也应该要引以回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